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日的凌晨 以及新一輪繼續上演 到時AC米蘭將助進主場迎戰拖廉奴的挑戰 AC米蘭近期豪取各項措施三連勝皆值 球隊過往面對拖廉奴猶勝多負少 再加上主場優勢 AC米蘭今將一定會乘勝追擊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AC米蘭上季雖然未能成功衛免 但最後時刻跡身積分榜前四集團 獲得今屆歐冠聯的入場券都算是一種交代 眾所周知 AC米蘭今下人員變動較大 更依實領袖薩拉坦伊巴謙莫域退役 兩位主力中場新道東拿利和巴謙迪亞斯各自離隊 球隊引入盧賓路夫斯捷克 基斯甸普列石以及森姆爾卓和斯等 當打球星和潛力申星 同時他們還完成了和葡萄牙人 拉菲爾利亞奧的續約 一系列操作都表明紅黑軍團要放眼球隊未來建設 新塞季首輪二甲噴席奧利維亞基奧特 和基斯甸普列石的聯手建功 中AC米蘭作客興取博洛利亞 球隊不僅收穫開門紅 近期更錄得一波各項 和賽事三連勝皆職 此輪系紅黑軍團今季主場首秀 盛西路球場的球票已經受聘 全隊上下都當然希望在前來觀戰的球迷面前延續勝職 畢竟AC米蘭上季二甲主場勝率高達68.42% 兩位重要得分手拉菲爾利亞奧和奧利維亞基奧特 都是特別擅長主場殺地 今次迎戰實力平庸的拖蓮奧 AC米蘭勝券掌握 陣容方面中場 伊斯美奔拿沙因相缺陣 拖蓮奧基本都是二甲積分榜上的中油分子 由於今下在轉會市場上的淨投入只有3,000多萬歐元 球隊主要用來買斷艾雲伊力 以及從韋斯閑飲入尼古拉華拉石 這兩位中場球員的身價都超過1,000萬歐元 因此其他位置的補強資金就肉所剩奴己 新賽季開戰之前 拖蓮奧在球會友誼賽中的表現就已經開始下滑 考慮到意大利盃第一圈戰勝低級組別 對費拉爾皮沙洛的含金量不高 球隊在首輪二甲坐陣主場 與星巴馬卡利亞里換戰成和系情有可遇 其狀態確實不好 儘管拖蓮奧上季以甲坐核勝率達到47.37% 但球隊之前10次與AC米蘭交鋒 他們僅錄得1勝4和5負的劣跡 尤其在雙方最近6次的對話中 拖蓮奧多達5場都未有取得入球 而且其陣中頭號射手安東尼奧沙納比亞 最近2個賽季 都未有在聯賽中攻破過紅黑軍團的球門 鑑於對手正處於連勝之中 拖蓮奧齒含實在兇多吉少 陣容方面 前鋒單巴石黑音雙幽展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下載M直播APP 隨時隨地有歌看